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晚间以总统身份最后一次向美国人民发表演说 他的声音带着识别的情绪 与八年前相比他的头发灰白了很多 奥巴马在他的第二故乡之家歌发表告别演说 情绪高尽观众一度打断他的讲话高呼再来四年 奥巴马总统说他要感谢民众和他的对话 使得到他能够保持诚实和热情 他说美国人民使得到他成为一个更好的总统 一个更好的男人 他提醒大众美国的立国信念是包容所有人 而不只是一些人 奥巴马总统概括他八年任期的成就 包括婚姻平等 重振经济 击毙全世界最大恐怖组织头目 在不放一枪情况之下 终止了伊朗发展核武器 他说美国给他们开车的时候 变得更加好更加强大 奥巴马说 随着和平权力交接来到 美国政治只有体现民众的良好素质 他说社会态度改变有时候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但是社会要向前发展 就必须要维护禁止歧视的法律 他呼吁白人族群要理解少数族裔 并不要求特殊的照顾 而只是要求平等的待遇 奥巴马总统表示 这里都包括了拒绝歧视穆斯林美国人 他们和我们都一样爱国的 观众听到这句话之后 起立鼓掌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